笑死我了这是什么大型射死现场 网游情缘叫自己老公的聊天记录被老板看见 老板一脸的尊重爱情 一切发生的太快让如云根本来不及解释 因为他这个网游情缘是个男的呀 这个表面上阳光上进的打工人 其实回家后是个征战网游的游戏者 这就是我们的男主李如云 至于他为什么会有个性别为男的游戏情缘 那就要从一年前开始说起来 当时的如云还是一个代业青年 平时的兴趣爱好就是打游戏 某天他刷到一个叫幻象的网游 原本只是想随便玩玩 没想到太上头了 打了一天直接升到50级 之后这款游戏就变成了如云的每日必玩 网游大家懂的 都要加工会做任务 如云之前随便加的工会全员潜水 这可不利于升级转值 如云便决定重新找个工会 刚好有个波塞顿工会正在招人 如云便加了队伍准备详细问问 谁知刚加进去就突然有个紫发身影冲到他面前 ID叫做智九星 他鄙夷地看着如云 你的等级为什么这么低 你是不是没看队伍介绍就进来了 如云这才发现介绍上要求角色200级 只有120级的如云不好意思的道歉 对不起啊 我才注意到 不过我马上就可以练到200级的 我之前一天就升到50级了 200级应该很快就可以突破 可以收留一下我这个新人吗 谁知智九星表情一变 真是的 你为什么老是跟着我 如云还没反应过来他说的什么意思 只见智九星直接在世界频道发布了一则选手 三幅地怒着 最先杀掉他的人悬赏一意 前一天还在网游里追杀自己的人 现在居然要跟自己绑定情侣关系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如云傻傻地看着自己的角色被击倒 一旁的智九星还在坏笑 如云压抑住自己的愤怒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智九星挑挑眉 什么一下就冲到50级 你每次都来开小号找我 不烦吗 如云在电脑前捏紧了拳头 桌子都要垂碎了 但是打出来的话却是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 哭哭 只见智九星疯狂输出阴阳怪气的话 而且打字速度非常快 如云根本都插不上话 如云觉得既然跟这个人解释不同 那他退出队伍还不行吗 在如云退出队伍前 队内另一个人突然喊话 让如云先等他下 但如云果断直接退队离去 就在如云刚回到复活点重生的时候 智九星又冲过来把他杀了 还在旁边蹦蹦跳跳地说 哎呀我真是不小心 刚才叫你等一下的时候 你就应该停下来的呀 如云不想再理他的想走 只见智九星哭着跪趴了下来 我因为你被工会降职了啦 你快去跟我们会长解开误会再走 哭哭 如云心想 那个会长就是刚刚叫住自己的人吧 还真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博水 智九星还在一旁音音 就是因为你我们会长都误会我人品了 你要对我负责 如云都憋不住笑了 很好 他没说错呀 拜拜了 说着如云就选择在其他地方重生复活 消失在了智九星面前 再次复活后的如云正思考着 要不要换到别的胡去 只听身后又传来智九星的声音 妈呀 他到底想干嘛呀 上一秒还把自己当死敌一样 下一秒就掏出戒指求婚 如云看着智九星拿出的大钻戒 还有游戏系统提示的求婚申请 脑子里的CPU都要烧坏了 这小子到底什么情况啊 自从如云被智九星缠上以后 不管他在游戏的哪个角落 智九星都会找到他 然后疯狂用好友申请轰炸他 如云在心里狂比国际友好手势 智九星却丝毫不知疲倦地跟着他 甚至还躺在地上爽爱 面对满屏幕的好友申请 如云只能把电脑强制关机 休息了一晚再次登录游戏的时候 如云发现智九星居然给自己发了邮件 这看起来像是一封道歉信 但仔细一看居然是藏口诗 你好 我不抱歉 如云在电脑前气得手都等了 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 波赛顿工会的会长也给他发了邮件 会长特别真诚地给如云道歉 并解释了智九星敌意那么大的原因 原来最近一直有人在故意潜入工会 还在网上随意造谣工会成员们 所以智九星才会那么敏感 但他误伤了无辜的如云 所以会长暂时给他撤职了 只有如云原谅他 他才能恢复职位 如云思考了下 然后把智九星的藏头诗转发给了会长 既然这小子这么喜欢玩 那他就奉陪到底 没过多久智九星就冲了过来 你不是说不是我的跟踪狂吗 为什么你做的每件事都像是要搞死我 你说呀 你真的不认识我吗 如云看他吃别的样子简直要笑死了 我都说了 我真的不认识你啊 只见智九星突然低头笑了一声 那太好了 那你就从现在开始认识我吧 在网游里和追杀自己的人结婚了 而且对方和自己一样都是男的 如云在电脑前后悔莫及 他怎么就这么轻易答应了呢 就在刚刚智九星掏出了大钻戒向如云求婚 还把工会里所有人都叫来围观 如云被围在中间人都傻了 智九星这小子打的是什么算盘 只见智九星捧上大钻戒 你会接受我的求婚吧 如云直接点了拒绝 工会成员们都在看智九星的笑话 只见智九星缓缓站起身 可惜了呀 四千九百块就这么费了 如云震惊 刚刚那个戒指居然要四千九百块 只见智九星微微一笑 不过我买了五十个戒指 现在只剩四十九个了 早知道就多买点吧 知道了戒指价格的如云压力巨大 如果他一直拒绝求婚的话 这些钱不就都费了 你到底为什么这样对我啊 智九星不在意的笑笑 都是会长说要我在大家面前展现真心啊 在一旁吃瓜的会长突然躺枪 他什么时候这么说的 智九星继续说 会长说只有你接受了我的真心 他才会恢复我的职位 所以我就来跟你求婚啦 围观群众们都看热闹不嫌是大的点点头 如云在电脑前简直汗流加倍 随着戏捧的一声提示和漫天洒下的花瓣 如云和智九星正式绑定了情侣关系 围观群众都笑晕了 会长不停向如云道歉 而智九星却做出一副娇羞状 没想到你真的会同意啊 你不会真的暗恋我吧 突然在网游里和追杀自己的人结婚了 而且对方和自己都是男的 如云都快懊悔死了 智九星还在一旁娇羞 甚至高高兴兴地换上了情侣对话框 说要带如云升级转职 但他的目的却是想让如云转职以后就退出工会 还让如云不要和工会里的成员说话 如云一身反骨 一口气给工会里所有人都发了好友申请 他就是要弃智九星 而工会成员们也全都在看热闹 智九星发现虽然两人结婚了 可还没加上好友 立刻又给如云发去好友申请 如云直接拒绝三连 智九星皱眉 你接受我的求婚却不接受我的好友申请 如云笑着打出一行字发过去 你不乐意的话就离婚了 如云这回可是觉得解气了 第二天一早如云收到邮件消息 之前投简历的公司让他去面试 如云高兴地穿上西装就早早出门了 决定在面试前找个咖啡厅坐一会儿 没想到附近的咖啡厅都人满为患 还是去旁边小区里看看吧 如云跟着导航在小巷子里走 没想到迷路了 这时他突然发现前面蹲着一个少年 正在给路边的猫猫头位拍照 如云看他这么喜欢猫 应该挺好说话的吧 如云从背后戳戳打 没想到猫咪吓了一吱 直接逃走了 少年也生气地转过头瞪向他 如云有些尴尬了 只能先道歉 没想到少年一站起来比他还高出一个头 冷冷地盯着他问 你想做什么 谁能想到这个表情又冷又凶的少年 上一秒正被猫猫蒙得脸红呢 如云不知道少年为什么突然生气 明明他只是想问个路而已 如云举起手机说 我在找这个咖啡厅 少年看了眼手机上的地址一针 紧盯着如云问 你要去那里做什么 如云呆呆地说 我要去喝咖啡呀 他心里奇怪 去咖啡厅当然是去喝咖啡呀 不然还能干嘛 还能偷看帅气店员 少年沉默了一下直接转身 不是这个路口 跟我来 如云赶紧跟上 一边走还一边心想是不是问错人了 这少年看起来脾气不好的样子 而且一句话都不说就带他走进小巷了 该不会是图谋不轨吧 马上如云就被打脸了 少年很快就把他带到了咖啡厅 如云刚想感谢 没想到少年一溜烟就跑了 虽然他是个好人 但怎么这么奇怪呢 如云胡思乱想地走进咖啡厅 而刚刚那个少年正在不远处盯着他 几天后如云再次打开游戏 工会里的成员们都热情地上来打招呼 最近如云和大家玩得不错 他也渐渐对大家都有了感情 除了智九星 这个家伙真的是有点奇怪 说要带自己升级 结果每次都躺在旁边睡觉 如云正回忆着和智九星一起打怪的悲惨经历 智九星突然发来了一个队伍的邀请 如云叹了口气 还是接受了邀请 你就宠他吧 如云加入了队伍发现工会 其他成员也在 智九星一见到如云就满脸爱意地贴了上来 亲爱的你来了 这次活动结束之后 我们两个就分手吧 如云说得认真 智九星听得崩溃 围观群众却都笑疯了 一直在游戏里不可一失的智九星 居然也会有这么识别的时候 就在刚刚如云接受了队伍邀请 智九星一看见如云就立刻粘上来 亲爱的你终于来了 如云一脸见了鬼的表情 你疯了吗 干嘛突然这样 智九星甩甩袖子 我正常跟你打招呼你都不理我 队友喵喵转头打断了两人的打情骂俏 说可以出发去打boss 原来今天大家都是来帮如云打怪升级的 智九星却傲娇得耸耸肩 我这可不是为了帮你哦 我是为了自己才这样做的 因为最近游戏出了新活动 智九星非常想得到活动的奖励到 可这次活动仅限情侣参加 如云毕竟是新人 和智九星等级差太多了 两人不能一起进入高级别的活动场 如云皱眉 那你跟我解除情侣再和高等级的人一起去不就好了 普灰的等级不就挺合适的吗 在一旁看小情侣伴嘴的普灰突然躺枪 顿时变得身无可恋 我死都不要和智九星成为情侣 智九星嘟嘴 这么说也太伤人了吧 如云转头问智九星 那如果我和你一起进去的话 我得一直跟你刷地图直到那个道具出现了 智九星点点头 如云不乐意了 我为什么要陪你做这些啊 智九星转头叹琴 你们这些机灵的人真是太难骗了 那你要什么好处呢 我的手机号吗 如云缓缓打出一个问号 那种东西你送我我都不要啊 智九星一摊手 那你想要什么呢 如云深吸一口气 我想要的是 这次活动结束以后 跟我分手吧 你该不会是喜欢我吧 就在刚刚如云向智九星提出分手 智九星听得花容失色 在一旁围观的喵喵和普灰都乐疯了 赶紧发消息叫上其他人一起来看好戏 智九星满脸黑线对着如云说 这怎么看都是我吃亏啊 我带你升级带你转职 你竟然还要跟我分手 你这根本是感情骗子吗 如云一脸真诚地说 你该不会是喜欢我吧 围观群众笑得更大声了 智九星一时之间都想不出反驳的话 好了好了 活动结束后我跟你分手行了吧 闹归闹 BOSS还是要打的 大家对待游戏还是很认真的 不过智九星是个例外 明明是满级 却总是打出奇怪的操作 而且还放弃了防御值 把属性点全点在移动速度上 让人捉摸不透 在智九星被蜘蛛BOSS一巴掌 拍进墙里之后 如云再也忍不住了 你妨碍到大家了 给我待着别动 这句话真是扎心 智九星伤心的碎碎念 居然被等级低的这样说 我在单人对战的时候 真的很强的 如云远远飘来一句吐槽 有人问你这个吗 这两人果然三句话不到 就会半嘴了 在几人的努力下 BOSS终于被打倒了 大家都同意把奖励 留给等级低的如云 如云捡宝箱的时候 开出了一个七彩的郁金箱 把大家都看呆了 因为这是个超级稀有的做起 估计都可以卖七八亿游戏币了 这可把如云惊呆了 而且因为得到奖励的系统提示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他得到了这个郁金箱 每鸟中都有无数人 在给他发消息说想买 就在这堆消息里 如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对话框 如云转头看向智九星 智九星正偷偷给他传悄悄话 如果你要卖的话 可以卖给我吗 明明之前还是在游戏里 追杀的死敌关系 现在两人简直像半嘴的小情侣 如云开宝箱开出了超稀有做起 智九星表面装作不在意 其实早就已经给如云发了悄悄话 想让如云把那个七彩郁金箱卖给他 这么好的整人机会怎么能放过 如云故意在队伍里发消息问 智九星你刚刚说什么 悄悄话太小声了我没听见 这下智九星可是害羞了 喵喵和普辉都在旁边打拒他 就在这时智九星收到了 如云发来的交易申请 他顿时高兴起来 他却开心地转给了如云十二银 而这时电脑前的如云冷笑一声 收下钱以后就把交易关掉 只见如云开心地拿着钱袋炫耀 而智九星一摸自己身上的背包 发现居然什么都没拿到 一旁的普辉眯眼一笑 智九星你该不会被骗了吧 智九星气得发抖 立刻向如云发出决战的邀请 而如云看都不看直接拒绝 还向智九星表达了感谢 这种突然报复的感觉可真是太好了 看着游戏里智九星抓狂的样子 如云在电脑前开心地伸了个懒腰 自己总算也是整了他一回 不过现在时间也有点晚了 还是不继续逗他了 如云再次发起交易申请 这次是真的了 你就接受吧 前一秒还在生气的智九星立刻傲娇起来 你真的要给我吗 如云笑了笑 把玉金香和十二亿都加入了交易物品 智九星一惊 你干嘛还我钱啊 如云认真地看向他 因为很感谢 我知道这是你最讨厌的地方 可为了帮我升级还是一起打了二十场 我本来就想送你点什么表达谢意 你就快点收下吧 两人终于在线下又碰面了 智九这个狂公身材真是让人嘶哈嘶哈 而且脸红的样子太有反差萌了 今天是如云去公司面试的日子 然而面试结束后如云却信心全无 因为紧张 他说话都有点磕吧 而且结束的时候 他偷偷发现有个面试者居然是面试官的亲戚 最烦这种走后门的事情 如云愤怒地走在路上 心想一定要把这一切都发到网上去 如云来到上次那家咖啡厅 准备买杯咖啡平息一下心中的怒火 谁知柜台的店员转过身后 如云惊讶地发现 这居然是上次他问路的那个少年 只见少年的名牌上标了他的名字 你智九 如云心里感叹 没想到他居然在这里打工了 可智九仿佛不认识他一样 满脸严肃地给他点单 如云点了美式咖啡和起司蛋糕 点完单后如云还是忍不住问 那个 你上次是不是在前面路口喂猫啊 智九狠狠瞪向他 我们认识吗 为什么要装熟 如云回忆着上一次见面的场景 上次我不是想问路戳了你一下吗 结果你吓了一跳呢 不记得了吗 智九狠狠摇头 如云尴尬 这孩子记性这么差吗 就在这时一个店员端来了拿铁咖啡和草莓蛋糕 智九紧张得嘴一块 直接对着如云说 这个是你点的 下一秒后厨又冒出另一个店员 智九哥 起司蛋糕卖光了哦 我现在去切一些 智九这才反应过来 这根本不是如云点的那份餐 如云的起司蛋糕还没签呢 智九集中生智给自己找补 这是你点的发票 这句话一说完全场都安静 你点的发票是什么鬼 智九自己也反应过来 刚刚说了多好笑的话 眼直接红到耳朵根 整个人红得像个番茄 店员同事都笑弯了腰 如云也憋笑憋得发抖 智九也太可爱了吧 没想到咖啡店里最受欢迎的不是饮品甜点 而是帅气的店员 本来如云今天心情很糟 因为面试时碰到了关系户 但在吃下这家店起司蛋糕的瞬间 所有的烦恼都一死而空 这也太好吃了吧 这家店的其他蛋糕也这么好吃吗 如云忍不住拿出手机搜索大众点评 没想到大家的评价都在夸店员很帅 这世上果然还是外貌协会多呀 如云不禁抬头看向柜台前的智九 大家说的帅气店员一定就是他了吧 这时智九注意到如云的视线 狠狠瞪了回去 如云脸上满是尬笑 老实说智九确实是很帅的 只要他不是每次都瞪自己就好 如云在手机上写下对蛋糕的好 想着下次有空还要过来坐坐 第二天如云接到公司的电话 他居然被录取了 本以为肯定会被关系户顶替掉名额呢 正当如云考虑着要不要搬家去新公司附近时 他突然想起一件更重要的事 昨天居然忘记登陆游戏签到了 如云顾不上一旁的胸 立刻打开电脑登陆游戏 没想到一上线就看到自己的邮箱满了 如云惊讶 这是怎么回事 他伸手点开邮箱 满天的信件像雪花一样飘落下来 如云僵硬地拿着那些信 居然有160封信啊 全是炙九星寄来的 而且每一封里都是一亿的游戏笔 如云仿佛看到自己被游戏笔淹没的场景 炙九星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脑回路啊 没想到一时兴起开的玩笑 居然差点让自己成为全服最有钱的玩家 如云看着自己500亿的游戏账户和刘家北 这么多钱都直接解锁游戏的爆发户成就了 炙九星这家伙到底是怎么想的 而且不仅是他 为什么工会的其他成员也给自己寄了好多钱啊 如云想把大家给自己的钱寄还回去 大家却都不肯收 这都是我们的心意啊 你就收下吧 骨灰做出严肃的表情 你要知道 从第三次转制开始就是装备战了 想要强化武器 真的会需要非常多的钱 而且强化武器时还有可能失败 武器会坏的 你之前的工会里也有很多小伙伴 是因为后期没钱弃坑的吧 如云尴尬地说 我一直都是自己玩的 也没什么朋友 骨灰对他灿烂一笑 我们现在就是一起玩的朋友了 所以才会这样帮你 防止你气坑 这是什么好队友啊 快给我来一打 如云听了这些话也被感动到 能认识这样一群朋友真是太好了 会长突然想起了什么 问道 听说昨天喵大爷想寄钱给你的 结果因为你的邮箱满了根本寄不出去 这该不会是炙九星的操作吧 茄子好奇地问 炙九星他给你寄了多少钱啊 说起这事儿如云就苦恼 他缓缓开头 五百 大家忍不住一笑 五百万 他钱这么多只给这点 如云继续说 不 是五百亿 大家瞬间实话了 这么多钱 炙九星是疯了吗 在游戏里结了个同为男生的情缘 明明刚见面的时候 他还把自己当敌人追杀 现在却疯狂投喂撒钱 五百亿游戏必随便耸 还缠着自己要加联系方式 如云看着账户里的五百亿心情复杂 最后还是决定把钱都寄还给炙九星 而且为了你防万一 如云还用小号给自己发邮件填满了邮箱 这样治九星就没办法再把钱寄给他了 结束完这一切 如云就安心下线吃饭去了 如云晚上一登陆游戏 就有个叫山神的玩家来敲敲他 说要买如云之前挂在商店的道路 如云开心地去找他赴约 山神匠悠悠地就飘过来了 如云告诉他道具一共是两 山神匠摸了摸胡须点点头 如云刚操作完交易界面 一抬头猛地发现 交易金额居然瞬间变成了二十亿 如云都怀疑是不是自己眼花了 你是不是多给钱了呀 说好是两亿的 但你给了二十亿 请等一下 我这就还给你 如云重新发起交易 山神匠立刻拒绝 只见他偷偷一笑 哎呀 你真是个正直的孩子呢 这些钱你就都收下吧 山神说完就立刻消失下线了 只留下如云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他看着自己又多出的二十亿游戏 并哭笑不如 会做出这种事的人 绝对是治九星啊 此时的治九星切回了大号 哼着哥走在路上 如云悠悠地出现在他身后 把他吓了一大跳 你干嘛 不是我干的 如云眯眼盯着他 我可还什么都没说呢 笑死 治九星这波事直接自爆 如云来小湖边等 其他工会成员一起做任务 治九星就一直绕着他转圈 你昨天怎么没上线呀 你昨天要是来了 今天肯定能接到第三次转职任务 因为没有你的联系方式 我都闷死了 人家昨天可是等了你一整天呢 治九星扎巴着大眼睛 像狗狗一样盯着如云看 哎 你知不知道蓝洞啊 就是玩游戏组队的人 经常用的软件 可以聊天语音还能打视频呢 你要不要下载一下那个 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上线了 没想到年下弟弟 加上好友后那么年人 治九星连吃饭 也要特意和如云报备一下 难怪工会里的其他成员 把他俩当小情侣看 刚刚治九星还在缠着 如云加蓝洞好友 你忍心让我这样每天等你吗 就跟我加一下好友吗 这样我们就能一起上线了 就在这时 普辉和会长也打着招呼过来了 哎哟 你们小情侣还真甜蜜啊 他们来到湖边一起坐下 四个人排排坐的样子真可爱 如云也忍不住 把这一幕截图保存下来 大家坐着一起看海 治九星情不自禁开口对如云说 那个 我前阵子好像误会你了 我本来以为你进这个工会 就是来捣乱了 但现在看来 你不是那种人 你就是个菜逼而已 总之 我挺抱歉的 虽然被说菜逼有些傲懒 但能听到治九星真诚道歉 如云还是很欣慰的 会长在后面暗戳戳的补刀 治九星你还真装 就算这样我也不会帮你恢复职位的 治九星听爸立刻失望的叹气 如云汗言 这小子也真是的 不过有件事确实让他很在意 如云戳戳治九星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治九星哼了一声 你问这个干嘛呀 你连难动都不肯下载 如云不禁回想起 治九星排神爷一般的操作 他花大钱的时候毫不熟软 难道是什么富豪 治九星贪贪水 才不是呢 我做同一份工作都已经十四年了 如云在心里盘算着 看不出来治九星居然这么大呀 就算是高中毕业就开始工作 那也比自己大好多了 前面的普回都听不下去了 回头嘲笑 一个青色的大二学生在乱说什么呢 如云转头盯着治九星 原来你比我还小啊 治九星的跑火车被拆穿 躺在地上就开始耍赖 你们怎么可以把这件事说出来 我要好好教训你们一下 养了好久的老婆 突然被其他工会偷家 治九星简直快气炸了 他在世界频道疯狂喊话草莓酱工会 非要和他们决斗一番不可 如云刚同意和治九星加蓝洞好友 瞧把治九星这小子给高兴了 到饭点了 大家都约好吃完饭再回来一起打负本 治九星迫不及待地发照片给如云 倒背自己的晚饭 如云心里有些触动 这还是他第一次和网友加好友聊天了 工会里大家关系都这么好 他要不要也加一个工会看看吗 就在如云思考的时候 一个陌生工会向他发来了邀请 旁边的树桶也冒出一个人朝他走 嘿 我路过看你头上好像没有工会标志 明明时期开始就能加工会了 我们这里刚好有个空缺 你要不要来 如云看着那人发来的邀请 想到之前被治九星拒绝加入波赛顿工会的事 也许治九星不喜欢自己跟他在一个工会吧 这样想着 如云按下了接受的按钮 我们治九就这么水灵灵的被偷家了 天下大乱了 不要吃饭了 老婆都被别人骗走了 治九你快回来啊 如云加入了草莓酱工会后 脑袋上也出现了草莓酱标识 成员们很热情地朝他打招呼 有个叫Moshanna的玩家特别殷勤 上来就问如云是男生还是女生 如云想起治九星之前说过被人肉的事情 决定小心为好 说自己的性别要保密 结果就被大家默认为玩男好的女孩子 草莓酱会长直指旁边正在挂机的波赛顿成员们 你跟他们很要好吗 你肯定什么都不知道吧 才会和他们混在一起 他们几个都是外挂的 出去吃了个饭 老婆就被其他工会抢走了 那边的工会还说了不少坏话污蔑自己 这可把治九星气得不轻 两个工会的战争就这么挑起来了 原本萌萌的波赛顿成员们 面对敌人时也变成了一副凶狠的样子 就在刚才 如云被拉进了草莓酱工会 草莓酱会长一脸严肃地说 波赛顿成员们都是开外挂的 不信的话去讨论区搜一下就知道了 如云觉得不可思议 虽然每个游戏都会有外挂在 但波赛顿的大家会是那种人吗 如云决定去讨论区探查一下 还真的搜到不少争论的题 大家说波赛顿的成员 伤害量和操作都很离谱 一定是开了外挂 还有不少人假装萌新混进去 想要打探他们到底是用的什么外挂 最后都被无情踢出去了 如云思绪万千 外挂这件事说到底也只是论坛上的猜测 不能因为这些猜测就给波赛顿判了死刑吧 这件事还是得再和成员们确认一下 就在这时 骨灰已经重新上线了 他震惊地看向如云头上的标识 你加入其他工会了 智九星和波赛顿会长也陆续上线 骨灰惊讶地指着如云 大家快看了 他突然加入其他工会了 所有人都立刻冲上前 骨灰着急地问 会长你还没邀请他入会吗 会长也蒙圈了 我本来打算回来之后就邀请了 如云疑惑地眨眨眼 会长服额 哎呀 刚刚智九星还在群里面问我 能不能把你邀进工会呢 没想到被别人抢先了一步 早知道我就先发邀请了 如云惊讶地看向智九星 他居然打算邀请自己进工会吗 夺妻之仇不共戴天 更何况对方还污蔑自己开外挂 菜就多练 打不过就说别人开外挂也是罪了 智九星说什么都忍不了 直接向草莓酱工会开战 闹成现在这样的局面 如云也有些尴尬了 他不应该直接问波赛顿有没有开外挂的 大家听到这个问题心情都很沉重 我们没有开外挂 是谁跟你说这些的 如云松了口气 果然是这样啊 这都是刚刚拉我进工会的那个会长说的 骨灰一听就翻脸了 那群该死的家伙 波赛顿会长也叹气 我们都已经开路屏给他看了 他还是不相信我们没开外挂 我们还怎么解释啊 骨灰一脸的笔 真是舒不齐的可悲仔 一直没说话的智九星深吸一口气 跑到空地上就开始轰炸世界频道 让草莓酱会长出来给个说法 大家都惊呆了 好久都没见智九星这么生气了 会长着急地阻止他 但是谁又能拦住智九星呢 草莓酱会长看到了消息 在工会里问如云什么情况 如云说他问了波赛顿有没有开外挂 他们的回答是没有 草莓酱会长都笑死了 Moshen又跳出来调戏如云 你居然相信了呀 还真是天真可爱 如云作为一个男生 听到这句话都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他的疯子探测雷达告诉他 这个Moshen多少有点大病 草莓酱会长也不躲 直接在世界频道阴阳智九星 而智九星这个人 被骂一句就会还对方十句 草莓酱会长提议开场工会战 智九星比一地说 跟你们这种听都没听过的工会 打工会战真是太浪费时间了 直接来场2v2的对决吧 两边摩拳擦掌 对决是不可避免的 如云有些紧张 该不会是因为自己乱说话 两边才打起来的吧 这样真的没关系吗 骨灰回头安慰他 别担心 谁让他们先挑衅呢 波赛顿会长也点点头 我已经把智九星的职位复原了 智九星一听就开心地冲了过来 太好了 那群家伙全都死定了 听说新邻居好像是个奇怪的家伙 虽然这次如云没能亲眼见到对方 但是以自己丰富的租房经历来看 不管是什么邻居 他应该都能应付得来 如云今天把家里上上下下都打扫了一遍 毕竟马上准备搬家了 得早点收拾东西 打扫完之后 如云累得躺在床上玩手机 自从智九星加了自己好友 他对自己真是越来越热情了 刚刚他又发来了消息 说草莓酱工会已经决定这次PK的人选了 波赛顿参赛的是智九星和喵大 草莓酱这边就派出了如云和Motion 如云看到参赛人选忍得住揉揉眼睛 他没看错吧 草莓酱居然让自己去和波赛顿对打 为什么是我呢 智九星笑了笑 可能因为只有你的等级能和喵大对上吧 喵大还是高中生 只有晚上能上线 所以升级速度比大家慢点 如云还是觉得很震惊 就算这样也不能把他加在中间吧 这也太尴尬了 看着论坛上都在讨论这次PK 如云叹了口气 事已至此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智九星又发来消息 我要是赢了这次PK 我就要跟草莓酱工会提出一个要求 你到时候不可以反悔哦 我已经截图保存相册了 你今天准备几点上线 智九星虽然看起来有手好闲 但实际上每次都会认真给如云做计划 待他升级待他转职 如云想起今天还约了朋友一起看房子呢 就和智九星约了晚上八点再上线 而此时的智九星正在工会里和大家闹脾气 真是的 居然还和别人有约要这么晚才上线 明明是我把他养大的 他居然一下子就被别人拐跑了 那个工会没什么实力就只会乱说话 真是气死我了 看智九星这么生气的样子 藤原们偷偷开始吃瓜 智九星嘴上说得这么狠 其实还是在生气有人把如云抢走了吧 该不会是情侣关系假戏真做了 意外在游戏里结了个同为男生的情缘 没想到他居然是竞技排行榜上的高手 如云有些震惊 排行榜上这个人真的是他认识的智九星吗 那个整天围着自己转的智九星 明明他看起来总是游手好闲的样子 呵呵 这我不再就偷偷说我坏话吗 智九星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如云和茄子回头一看 智九星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了装扮 多了一对小耳朵和一个毛茸茸的大尾巴 像个小松鼠 只见他摇晃的大尾巴转圈圈 我现在要去美妆室了 要不要来看我变妆啊 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单抽出奇迹 我一定会一抽就抽中闪亮亮眼睛 茄子回头看看如云 既然要去的话 你也顺便买点东西吧 你现在发型和眼睛不都是基本款吗 玩游戏当然要打扮得可爱一点 心情才会更好啊 如云扎巴着眼睛 嗯 我现在也很可爱吧 茄子当场瞳孔地震汗流加倍 满脸都透着五个大字 你认真的吗 如云看着自己的游戏形象 水汪汪的大眼睛 加上看起来超强的小斗篷 这难道不可爱吗 三个人来到美妆事情 智九星潇洒地拿出三张形象变更券 我要在这里赌上我的全部 智九星自信甩出一张变更券 出来吧 闪亮亮 一阵魔法光环包围了他 光环退去却出现一双眯眯眼 真是的 我要的不是这个 茄子和如云在一旁完全憋不住笑 智九星不信心 不管 再挑战一次 这次倒是变了 却是变回了他原本的脸 如云点点头 这确实是三百六十度的大变化了 地旁的茄子都乐疯了 智九星把最后一张变更劝举高高 真的最后再来一次 出来吧 第三次魔法光环退去之后 再次变成眯眯眼的智九星一脸的生无可恋 哎 我这该死的人生了 谁能想到竞技榜大神其实是得傲娇的老婆控了 虽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把老婆当坏人K了 但是现在一见到老婆立马变身乖巧小狗狗 如云收到了Moshenna发来的消息 他想邀请自己去练习一下PK 智九星挑了挑眉 练习看来你们很紧张吗 我就算不练习也会有很好的表现 看着他无所谓又自大的样子 如云反而更担心了 这家伙和竞技排行榜上的真的是同一个人了 智九星像是想起了什么 突然认真的探向如云 不过你刚刚说是Moshenna来找你的吗 我得劝你小心一点 那家伙的风评不太好 这件事只有内行人才知道 他不仅借了道具和钱不防别 还在工会里对女玩家死缠烂的 缠着人家要电话 还想约线下见面呢 如云想起Moshenna之前 也是一直缠着自己问年龄性别 看来这人真的有点问题 智九星继续说 他之前也想进我们波赛顿工会 还好豌豆极力阻止 马上拒绝了他 茄子叹了口气 是啊 不过我们工会踢掉的也不止一两个了 如云在旁边听着 这么一想 自己当初也是被误认为来捣乱了 那时候智九星对自己的态度真的很差 怎么解释都没用 既然现在和他关系变好了 是不是可以问问以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还是冷静一点问吧 肯定有什么原因的 如云慢慢靠近 智九星 你还记得吗 刚开始我想加入波赛顿工会的时候 你突然过来就把我杀了 还发邮件戏弄我 你那时候 到底为什么要那样对我呀 你这个王八蛋 笑死 冷静不了一点 如云越想越生气 不停骂着智九星王八蛋 智九星哭哭 只见他突然变身 耳朵和尾巴都变成小狗 跪地大喊了一声望望 这是在表示道歉吗 如云紧紧捏着拳头 为什么每次看到这小子 总有一种想打他一顿的冲动 老婆生气了怎么办 智九星把自己的游戏形象变成小狗 晃着尾巴跪下给如云行了的大理 如云忍住想要上去打他一顿的心 这家伙到底为什么这样啊 明明一开始见面 还把自己当敌人一样呢 智九星挠挠头 之前的事情真的很抱歉 因为我被各种奇怪的人搞过太多次了 那些人刚进工会的时候 还挺正常的 没过多久就缠着我们要外挂分享 我们又没有开外挂分享什么呀 可是他们根本不听解释 还开小号来工会闹 真是太无语了 茄子点点头 就算我们举报 游戏官方能管的也有限 我们也不可能一直不让新人进来 那样工会的经验损失太大了 所以我们就把入会条件设得比较严格 可是有个奇怪的新手啊 完全不理会我们的条件就说要加入 所以才会被智九星认为是闹事的同伙呢 智九星不好意思的说 因为那些人会用我们在工会聊天室里发的图片来扒我们的个人信息 所以我们就变得更敏感了 总之 之前真的很对不起啊 茄子歪头看看 智九星你在哭吗 智九星捂着脸 我才不哭呢 原来智九星之前经历过这样的事 难怪当时会那样对自己 遇到那么多怪人他一定很辛苦吧 毕竟在网上被人肉是件很恐怖的事情 如云安慰他 好了 别哭了 谢谢你解释这么多 那我先去练习了 如云转身准备离开 智九星叫住了他 白白 你就好好练习 比赛的时候帮我按摩吧 如云瞬间垮下小脸 果然还是白担心这个家伙 其实如云并没有特别想赢这场比赛 但是既然智九星这家伙这么起 那说什么也得揍他一次 笑死 难道网游大神的老婆都是笨蛋美人 智九星因为操作太强总被怀疑开外挂 难道实力太强也是一种错吗 智九星根本不把挑衅的话放在眼里 轻松把对面打趴下 回头还要嘲笑一句你太慢了 这几天智九星疯狂打竞技场排名 已经打到全服第三了 还真是厉害 而此时的如云在练习赛中都死了无数次了 如云被草莓酱工会拉着练习 Moshenna这人总是对如云勾肩搭背 每次他一靠近 如云的疯子雷达都狂醒 顺不得已退三尺远 草莓酱工会这次的对战策略就是要瞄准外挂 如云在一旁沉思 草莓酱挑的对手是喵大和智九星 他们俩是在论坛上被怀疑开外挂最多的 这次对战估计是草莓酱想收集他们外挂的证据 可如果波赛顿真的是开了外挂 难道游戏官方不能管吗 一边是认为波赛顿一定有开外挂的人 一边是否认的当事人 到底谁说的才是对的吗 这个问题需要慢慢思考 眼下重要的是对战的练习 如云非常认真的对待 但显然认真没什么用 他在这个游戏里完全还是新手的程度 光一个练习赛就被杀了十二次 如云服额 这也太惨烈了吧 就在这时猛士安娜发消息给他 我可以带你升级啊 如果你可以开语音的话 要不要我们一边连麦一边练习 没想到打个游戏居然连自己的性别都要解释 如云尴尬的脚趾扣地了 怎么才能让眼前这家伙明白自己真的是男的呀 猛士安娜邀请如云连麦练习 如云都愣住了 他们俩还没熟到可以连麦的程度吧 如云找了个最经典的理由拒绝 不用了 我没麦克风 猛士安娜继续追问 好吧 那你几岁了呢 如云不想透露太多个人信息 于是直接脱口而出 我四十岁了 猛士安娜调笑着看她 看来你比我年长了 那我可以叫你姐姐吗 如云整个人都尬住了 不是 我真的不是女的呀 我是男的 虽然不能给你看到我真的有魅力啊 有人懂这句话多搞笑吗 我真的要被笑死了 猛士安娜做出一副开朗的样子 我知道你还放不开 姐姐 你连拒绝我的样子都好有魅力哦 如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这家伙真的是疯子 如云立刻退出队伍 不想再见到猛士安娜 猛士安娜却穷追不舍地 在私信里叫她姐姐 如云根本都不想理她 自己一个人去练集了 晚上如云再次打开论坛 看到制九星的竞技场 已经打到第三名了 原来这几天她都在忙这个 难怪最近上线都没和自己打招呼 明天就是约定好对战的日子了 不知道她有没有好好练习呢 如云把手机放下叹了口气 论坛里大家都在打赌波赛顿 一定是开外挂的 连半个帮他们说话的人都没有 其实如云自己是更相信波赛顿的 虽然相处的时间并不算长 但大家一直都对自己很真诚 什么事都帮着自己 随着夜幕降临 如云也闭上了眼睛 不知道明天的对战会怎么样 听说住在隔壁的邻居 是个性格很差的家伙 如云盯着对面紧关着的门 既然已经成为邻居了 还是找机会去打个招呼吧 一个星期前 如云通过了新公司面试后 就准备搬去那附近 她叫上了好朋友轩蓉一起去看房子 新房子的途中 如云路过了之前那家咖啡厅 忍不住停下来多看了两眼 之前那个帅气的弟弟 就是在这家店打工吧 今天他好像没来上班呢 如云今天来看的这间房子 简直是为他量身打造的 离地铁近 上班方便 附近环境干净 房子凯光也很好 最重要的是价格也不贵 如云当下就决定租下这间房 光速签订了合约 还联系了搬家公司 搬家公司说 本来下周末也对新人夫妻预约了搬家 结果新娘在结婚那天和初恋跑 于是如云顺利地定下了 下周六的搬家计划 此时的如云完全忘记了 下周六还有个PK 定下搬家之后 如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 回来之后 轩蓉就拉着他吐槽 说刚才如云出去打电话的时候 隔壁邻居出来了 他一听说下周末 有人要搬来脸都臭了 如云沉思 看来和新邻居搞好关系 要费点劲呢 此时的至久 还不知道搬来的人就是老婆 于是到了周六这天 如云一边要计划着搬家 一边还得计划着去网吧 参加晚上的工作PK 还真是焦头烂额呀 如云叫上了轩蓉和世衡 一起来帮自己搬家收拾 两个损友一直管如云叫主 结果在世衡一声响亮的主人后 隔壁传来了更响的一声关门声 把如云都吓了一跳 是住隔壁的邻居吗 之前就听轩蓉说他脾气不好 没想到真的这样火爆 要不等会儿去和他打个招呼看看吧 电竞文经典场面 主角一定会在同一家网吧打游戏偶遇 尤其这里两人在现实不认识 在游戏里却是情侣身份 我作为上帝视角简直激动得不行 不过这久啊 你前期出场费这么高嘛 这么多话才在线下出来一两次 但是看到你这张伟大的脸 但我瞬间原谅了全世界 终于到了草莓酱和波赛顿PK的这天 如云拉着朋友们忙了一下午搬家 轩蓉和世衡都累趴下 如云看了眼手机 也快到约定PK的时间了 他笑着对泪摊的两人说 我去外面买寿司回来 你们今天太辛苦了 就在家里休息等我带吃的回来吧 轩蓉和世衡感动的落泪 然而我们如云心里其实在想 只要点好预约取餐 那自己不是刚好可以趁点餐的时间去网吧了吗 如云啊 没想到你也有白切黑的潜质 今天的这场对战可谓意义重大 志九心下了超大的赌注 他说如果自己赢了 就让草莓酱把如云还回来 但草莓酱给出的条件是 如果志九心输了他就要注销账号 志九心也答应了 所以如云一直很担心 而且听说喵大今天突然转职成女武神了 女武神在游戏里可是公认的烂职业 如云着急地问志九心怎么办 这要是输了可不得了的呀 志九心又开始耍剑了 你这是在担心我吗 虽然很感谢 但是不如担心你自己吧 如云赌气地撇开脸 不想看电脑屏幕了 都下那么大的补助了 志九心怎么还有心情开玩笑呢 不想看电脑屏幕了